咻!一根短毛撕裂空气,近距离下,一头大熊来不及闪避,就被短毛插入脖颈,化作虚幻消失。 其他四头大熊立即震怒,他们也发现了扔飞毛的敌人。 咻!咻!咻! 一根又一根飞毛,快如闪电,那道身影在山林中闪躲的同时,不断扔出飞毛,短短不到半分钟,一共十二根飞毛全部扔空。 大熊已然全部毙命。熊王也咆哮着冲出山洞,那人影是一名穿着铠甲的精壮男子,也是徐景明曾经的国家队好友横芳,他此刻取出背后两节长杆卡连接在一起,正是一根蛇毛。 手持蛇毛,横芳盯着熊王。吼熊王已然扑杀到近前。来吧!横芳悍然迎战。 许久。有些狼狈的横芳看着流血致死的熊王,露出了笑容,星空塔开放三天多,尝试第九次,总算击杀熊王,去世是第三层。 片刻后。第三层,也太难了。回到个人空间的横芳,轻轻一点,联系自己的好兄弟。 老许,在练五场刻苦呢?横芳笑看着显现的影像。横公子,找我啥事? 徐景明打趣道,国家队最好的几个兄弟中,横芳是最臭美的。 每天早晨在镜子前都要磨蹭好久,头发梳得最是仔细,他甚至贴身都是带着梳子,护肤高的。 国家队队友们都称戏称他横公子,横公子反而颇为得意。 在国家队时,二人实力相当,经常搭档切磋,感情非常好,也是在同一宿舍。 国家队同宿舍四人,他,横芳,杨青硕,还有庄福。庄福和他们关系倒是略远了些。 火种杯全国大赛,你知道吧?横芳说道,我俩组队耍耍。 行啊。徐景明笑道,我们俩联手,还不是所向披靡。 其他队友呢,你邀请了吗?还没,第一个就想到你了吗? 横芳眉毛先了先,我们再拉上阿朔,不就三个人了吗? 你,我,阿朔。徐景明想了下,道,你觉得大雄怎么样? 大雄人不错,顿斧之术也很扎实。 横芳点头赞同,不过我们缺一个弓箭手,现在的神级弓箭手,大多是剑术圈子的,我不太熟。我也不太熟。 徐景明说道,离大赛还早,再想办法吧,实在不行。五个战士,一起冲杀。 行,你看着定。横芳笑道,老许你办事,我是放心的。这哈哈,就这么说定了。 徐景明说道,横芳来了个OK的手势。行,我去找阿朔,大雄说下。 徐景明也就挂了通讯,立即联系杨青硕,杨青硕正在星空塔磨练,收到通讯就退出了星空塔。 许哥。杨青硕接听。火种杯大赛,我们一起组队,怎么样? 徐景明问道。行啊,没问题。杨青硕开心笑了,有哪几个人啊? 你和我,横公子,还有大雄。徐景明说道,现在神剑手还没定。我感觉我们四个联手,就可以四打五了。 杨青硕开心笑道,都是熟悉的朋友。看你得意的,师父他老人家一个人就能灭我们四个了。 徐景明说道,他识一点,谦逊一点。对,许哥你说得对。杨青硕乖乖说道。就这样了,我再去找大雄。 徐景明断了通讯,又联系大雄刘冲远。大雄刘冲远,正在星空塔第二层和雄王搏杀着。 练了,巨熊进化法,后,刘冲远本就魁梧的体型更加魁梧了,如今身高达到2米26,体重更是大幅度攀升。 手持着大方盾,刘冲远就仿佛小一号的熊,雄王一巴掌拍来,刘冲远持着盾牌,都被拍击得飞跌开去,但他又爬了起来。 嘴角虽然有血迹,但依旧继续硬抗。刘海师傅的盾牌技巧那么厉害,我怎么就差那么多。 刘冲远再次举盾,去抵挡雄王拍击,这次努力挡住雄王五次冲击。 忽然有通讯联系。看了眼,刘冲远暂时退出了星空塔。 老许。刘冲远笑道。火种杯全国大赛知道吧?我,杨青硕,横芳,加上你,一起组队耍耍。 许景明说道。四个人中,我实力应该最弱吧。刘冲远笑着,却有些底气不足。 论年龄他是四人中最大的一个,当初和徐景明是同在江南省省队,徐景明是天才,高中就被特招了,他年龄就大多了,成绩也差不少。 他奋斗这么多年,参加过国家队集训,但没当过国家队主力。 世界排名最高也就39位,没资格参加世界舞蹈大赛。 许景明和横芳,都是拿过世界舞蹈大赛八强的,杨青硕也是登上过世界舞蹈大赛的,都比他强。 年龄都比他小。现在都生命进化了,什么都有可能,我不一样击败高虫,王乔。 许景明说道,别总是在意过去的成绩。 是。刘冲远微微点头。 行了,那就这么说定了。 许景明看着他。 既然你们不嫌弃我,那我就加入。 刘冲远说道,我会尽我全力。 放心吧,大雄,我相信你的实力。 许景明说道。 通讯挂断后,刘冲远精神也振奋几分,队友都很厉害,我要更加努力了。 本来以为后半辈子就是在体育局带带新人,谁想虚拟世界来了,他刘冲远又再次举起顿斧,开始了舞蹈征战。 如今许景明,横方,杨青硕,可都是下国国家队的天才选手,他们三个愿意和他组队,也让刘冲远充满斗志。 他要更努力,好不拖队友后腿。 晚上,许景明和李淼淼一起吃晚饭。 这么快就确定队伍了。 李淼淼惊讶道,大赛的报名时间可是在月底。 还有二十多天呢,虚拟世界开始这一个月,大家实力变化都会很大的。 组队嘛,重要的是大家都开心,力往一处使。 许景明笑道,而且我请的,也都是我最好的兄弟。 现在订了四个人,还差一个。 李淼淼道,差个神剑手。 许景明说道,以景明你的实力,应该很多人邀请你吧,没神剑手吗? 李淼淼问道,是有很多人邀请我,我都拒绝了,说已经确定队伍了。 许景明道,他毕竟是下国前级的神级高手,而且又年轻,很多人都看好他的未来。 但邀请我的,没有厉害的神剑手啊。 许景明摇头,战事很多,神剑手少啊。 神剑手是少。 王仙姑排的下国前36名高手,只有三名神剑手。 李淼淼也赞同,顶尖的神剑手,个个是香波波。 许景明点头。 忽然来了电话,许景明轻轻一点。 孙力。 许景明看着对面的一名男子,孙力也是国家队队友, 不过因为是二线队员,彼此接触较少。 老许,火种杯全国大赛,我来抱大腿了。 孙力笑道,一起组队吧。 我如今可是练了一手弓箭。 弓箭。 许景明惊讶,你在国家队,是练双刀的吧。 我在弓箭上有天赋,上手快,给你看下我的战力面板。 孙力很主动,显示了战力面板截图。 剑术,达到二阶了。 许景明夸赞道,厉害。 怎么样?近战可双刀,远战可弓箭,还算可以吧。 孙力说道。 许景明念头动了下。 孙力当初是在国家队二队,自己,阿硕,恒公子是在一队, 虽然没那么熟,但也没任何矛盾,大家毕竟都是队友。 不行啊,我们队伍正缺一个弓箭手呢。 许景明笑道,你这个弓箭手,都不怕别人刺杀。 我们队伍其他四人,我一个,横方,杨青硕还有刘冲远, 你如果觉得没问题,就定了。 孙力一听,微微疑惑道,刘冲远,没登上过世界舞蹈大赛吧, 是不是略弱了些,我们找一个更好点的盾牌高手。 圈子里比他强的,还是很容易找的。 毕竟他们认识很多国家队队友。 论盾牌技巧,大雄算不错了,当初离世界舞蹈大赛也只差一点。 许景明说道,而且在虚拟世界,大家又都开始新的奋斗,别太小瞧大雄了。 行吧,你是队伍大腿,听你的。 孙力说道,我相信你。 那就定了。 许景明说道,定了。 孙力点头。 许景明,横方,杨清朔,刘冲远,孙力,五人专门建了各战队群。 对于孙力的加入,其他人也都挺开心,孙力的弓箭之术即便略逊些,如今也是二阶水准。 而且还在急速提升中,等到下个月初,箭术肯定更高明。 加上孙力自身薄杀也厉害,是不怕刺客的。